aspiration 好了 歡迎來到深夜夏暦就正貨景室 今天就是特別版 因為我們在這個 outdoor 在野外做錄音 那是否聽不出來呢 還有雀鳥聲 也聽不出來是否雜耳機大根 旁邊有一些鳥魚花香 對 很舒服 我是在拍餐 但為甚麼都有點下雨 微雨 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是你的主持 傑子王 我是新林王 我是皮特王 我是母婆 我是Lillian 好 今天我們就特別一點 因為原本我們網台節目都是做一些很值得談 但又不是說即時上畫的電影 現在我們又在談一個首輪電影 沒錯 那就是 黑天鵝 Black Swan 這個導演是Daren Alofuski 是 那他之前很出名的作品 他又是拍一個 是98年一個獨立電影起家的 拍中力做數字漩渦 那大家在油麻地某一個很出名的電影院 加上書店都可以買他的DVD 是呀 是呀 很特價的 因為40來50元而已 非常值得 那說多一點 那為甚麼我們拍Polletson 就因為那個創辦傑子王 就是你 極度於尊敬 很喜歡和很欣賞Daren Alofuski 很迷到這套電影 很迷上導演的人 也迷上癮的 是呀 所以我們用Pi這個字來向他這麼好的作品 自敬的 自敬的 因為我很喜歡 那我講完他最出名的點是甚麼 迷上癮 第二拍之後就有迷上癮 叫做Requimium for a Dream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三年 第一是1998年來的 應該是2001年 2001年左右 之後就是那個 2006年的Fantan 然後就到2008年的Wesler Wesler的名叫拼命煎羊 那Fantan的中文名是甚麼 是不是香港沒有上癮 有上過 有上過 但我忘記了 我們都忘記了 但是國內的 真愛噴泉 泉源 泉源 真愛泉源 我應該是太難記過來的名字 所以不好意思 最後就是 2005上的黑天愛 Black Swan 就是第五套作品 好啦 其實我們就想著 今次就從Black Swan的電影開始講起 還有一個回顧樂的電影 這個導演 這個那麼出名的導演 因為其實我們分析完之後 都覺得導演有一個比較一致 他想探討的主題 之後就慢慢去講 好啦 我們現在先講Black Swan 大家可以講一下 撇除於這個分析 大家覺得這個電影有甚麼 給大家那種感覺 好壞都可以講 其實我覺得 它的故事是很簡單的 就是普通 不是說很複雜的 就是講一個女生的一個成功的故事 中間有一些作用愛 但是它又拍得令人很投入的 就是我覺得這是歸功於導演的手法 它的手法的風格 可以說是用懶盡的字眼來表現 情緒亦都很不勇 哈哈 就是這個這個字眼 我覺得形容得挺好的 嗯 今晚巫婆和這些人呢 其實 嗯 新聞網台先都說了 其實那個故事 或者劇本本身 其實就是 就是 偏向於簡單 其實我覺得跟他 之前很多 就是之前那幾套戲 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故事的結構 其實本身是 可能沒有甚麼特別的大的 一些的變化或者甚麼 但是其實很focus 到那個人物心理的那個變化 其實這個主線就擺在情緒和氣氛圈染那裏 其實差一點說幾句 就是那些電影的結構 結構分兩種 有一種就叫story driven 有一種就叫character driven Story driven就是 其實那個無論 你丟些甚麼角色設定 在那個劇本裏面 那個角色都會 都會循著這個故事 這個環境的方式這樣去 就是踢塵為主 踢塵為主 有些人物為主 就是說 他就說你丟掉無間道的 是不是陳永仁 陳永仁 是的 你拔出來 你丟回第二個 譬如說丟 彈文治的同海裏面 就是他的性格 整個劇本就不同了 我們是不是都覺得 其實這個導演 他主要的作品 都是人物主導 主導 很明顯 因為 這個就不是我的觀點 這是我代我朋友說 我們吃飯才聊 他說 這個都是我的觀點 有些東西是借我 他說 他說 其實我覺得 Black Swan的電影 有一點用人自妖 他說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就是說 那麼 其實整件事 你用 另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可以不就是這樣 你可以選擇 原作 就是劇本裡面 這個就是所說 我想導演就是主張所說 執著那件事 其實執著很多人都覺得是負面 但是我覺得並非完全是 在什麼角度 是的 所以其實你說 你那個容人自妖的角度 就是正正站 正正站 在覺得 不用那麼執著 那麼這一點就叫容人自妖 那麼這個角度 直到並非導演想傳遞 我覺得 他要看那套電影才可以去評價 我覺得 就算純粹當一個觀眾人剛好 當一個影評人都好 當一個導演的創作也好 其實我覺得 沒有一樣東西是 能夠滿足到 那麼多方面的 一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觀點 我們都會去聽 接受 但是我們要明白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 沒有人可以扶負所有的東西 那些電影 Jofie 你這樣說 你可以說執著是好 但是有些人又說做人自妖 如果你的劇本是這樣去的話 你永遠 我簡單地這樣說 我覺得忠於自己得對 是 你無需要扶負任何人 其實 是 不需要想這個環境 我認為導演也是這樣 看看電影 那麼好 如果那個導演 如果那個導演真的不好 那些市場 或者一個Flois 會告訴他 導演的問題在哪裡 但是這裡很有趣 如果說回這個 Fulfilled 到市劇 那個Market 我們可以分開兩邊 我們先現實一點 看回電影市場 因為 我們再想回CTLK之前的作品 其實Pie Recruimin for a Dream 迷上癮 應該不是市場導向的 都是一些 不是 它是早期 一個創作者 顧問論是電影導演 或者是音樂家 或者是畫家 創作者 designer 他早期的作品 因為他不需要顧及這件事 因為他根本都沒有市場 當時 他那些東西最喜歡自己 因為他有一些三個作品 我們分析到一些 由到Wesler 開始拼命 自然開始 開始有些轉變 開始有些轉變 就是 為了市場 計算 少少 我覺得不是我的 有的 某些東西已經不太純粹地 可能畫面上不可以太過非主流 到人們不知道我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 你說很多導演都轉變 轉變得很多 譬如 很多導演 拍開 譬如拍King Kong 那個叫做Peter Jackson 或者 做什麼 他們轉變得很快 為了市場而拍一些 哈利波特 或者 戴瑞瑞 拍Spiderman 其實李安都是 李安 李安最新的那是甚麼 Wustong 那一都不算太 你看回他最舊的 踩開你來講 他最舊的三部曲 全是講家庭關係 和中國人 教外國之後的文化衝突 那三部電影是什麼呢 是飲食男女 起營 和推手 那些當初最純粹的 不算票房的 當然是用到 自己原汁原味的 麥克風去創作 但是他之後去了 荷里胡發展 但是我覺得 也保留到自己的特色 是一件好事 好事 好事 譬如短貝山金 或者岳府財民 已經贏到 或者是美育 一來你保留到 自己的升職 隨意利益 也可以在票房上 或者在獎項上成功 我覺得這個就是 跟阿朗洛夫斯基 做的事情 但是 都是一個共通點 的相關上 一定要有一個 compromised市場 就是 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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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阿朗洛夫斯基 也跟李安 可能的 case 也是相近 是的 其實他保留到 自己最原汁 原味 最純粹的東西 剛才我們都分析過 其實他 五套戲都有共通主題 他沒有離棄過 他不棄過 那我們下一集再講 我們先講到 Black Swan 好 其實 Black Swan 那部 大家覺得 除了他的劇 很簡單 但是他的視覺上 如果他們沒有看過 有些觀眾 沒有看過 之前的作品的話 其實 會給過 那個 他的視覺上的影響 其實視覺上是挺大的 挺大的 因為 譬如說 Black Swan 和之前的Fountain 其實我覺得這兩出 是視覺上最大的衝擊 但是我覺得 Black Swan 其實拋除你說 視覺表達上面 其實就分別 你剛才說的那個觀點 因為 用人自擾的觀點 其實我個人 跟我的詞相反的觀點 可能比較貼近導演本身的原意 因為你剛才那個導演 其實 雖然他是一個西方的人 但其實他裡面牽涉到有一種 尤其是Black Swan來說 黑白是代表了極端的相反 陰陽那種 或者善惡那種 那剛才我 太極了 是的 那不如 無妨你講一下你的觀點 因為你的觀點和我的觀點有一點不同 是的 因為其實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整件事不需要發生的 即是你如果你的能力 只是去做到白天鵝的話 是的 那你就做吧 即是不需要push自己 這是我的觀點 因為我覺得 如果一個角色 或者一個演出者 其實黑白天鵝的劇本本身是兩個角色 是的 故事裡面的導演想特別一點 不如一個角色分成兩個角色 一個演員舞者分成兩個角色 黑白天鵝兩個角色 深深嘗試同一個人做善惡 是的 嗯 因為其實怎麼說呢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不用只看局限在角色 其實我覺得是放諸於整個人 整個人 人生 人生 即是人的性格面的發展 其實是 變成是 其實它是追求人的這個whole 就是 一個 一個 是的 一個 一個 主角上 表面上 它可能只限於白的那一面 但你怎樣在 你那個成長的過程 你怎樣去將自己 另外那些的面 都挖掘出來 這個我同意的 我覺得 都是源自於對自己的不甘心 是 還有我覺得是 多到某個位 你不可以靠一邊來生存 就是我反過來 你整個世界你單純靠白那邊 世界是好的 當然你整個會碰釘 但是你這個是基於你 因為你這個是基於負能 不是不是 你給我先說 OK 那你不可以靠這一邊的 OK 你不可以靠白那邊生存到 我沒有短短的講一句 但是你如果純粹是黑那邊 就是你作為一個極惡的人 亦都生存不到 就算生存到 你都沒有愛 你都缺乏愛那種 所以其實是尋找一個平衡點 但是你黑天鱗裡面的那個 做不做到大家 是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push自己去一個limit 之後你看一下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你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 當你找到自己 都不覺得自己是 做到那一面出來的時候 究竟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還有我會覺得你這樣說 你加上查詞的那個complete觀念 其實是對的 就是我東方的思想很強調 怎樣才去到比較高的境界 就是有一個陰陽合一 我不是說所有黑所有白 其實我兩樣元素 太極 是的 這麼極端的元素我都有 那這個才為之一個 一個harmonie 一個harmonie之餘 還有一個完美 還有一個進化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之後再說 其實導演在他的 就是Nero Alvarez 其實導演在他的這麼多作品裡面 其實都是有一個共通的主題 就是這一種 我們在那裡 最後一種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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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東方哲學有些相似的感覺 就是剛才你說的 Last One那個黑白 太極那種感覺 譬如Phantom 亦都有涉及一些 比較閒的佛學的原味 或者派那個數字 圓周率 其實都是 有象徵 其實都是那個完美的追求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從他的視覺上 就是這麼多電影的視覺的畫面上 再從這個東西再說入少少 就是他想給他一些什麼主題 其實我們從後面說回前面 大家可能熟悉一點 我們從Black Swan說起 黑白概念已經很分明了 還有在其實很多文化裏面 黑的東西 惡的東西都是一些怪獸的樣子存在 就是你Black Swan雖然是很漂亮的 就是一個暗的漂亮 但是始終都有怪獸 就是它是一些邪惡的樣子 嗯 還有你看回再之前的畫 Pie啊 還有Fantown的畫 其實很多光頭男人的角色存在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很東方味的 我覺得它這個暗示了 其實它自己是很想去探究這個東方 或者東方文化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樣看法 但是我就覺得有點眼高手低 就是譬如說 之前那套Fantown 2006年那套 我相信借用了很多東方的表面 好像很時脈佛學的打坐 或者任何人殺太極 但是背後support的理念 我覺得就不夠 太表面和太膚淺 我覺得也是一個文化問題 因為始終是西方人 他們得到的渠道 譬如說從他們的翻譯書 或者怎樣 或者可能那邊住的東方人 教他們東方人 可能都有些偏差 當然啦 如果我們看回北歐文化 可能我們都沒有他們 就是沒有他們學得那麼細節 因為大家文化不同 我們語言啊 周圍思想 但是我覺得它有那種看法是挺好的 那當然啦 我很同意你所說的 五五差的問題 但是 譬如說其實我覺得在劇本方面 其實它給我的感覺是故事性 或者後面support的理念 比較弱一點 例如說Bless Juan本身的故事 譬如說它裡面有一條支線 關於它其實有一個 那個支線 不如我們下一節再說 好好好 速度 線 加入 不同 在